请帮我们到金本 现在慢慢的在仪式台上面 我们看到了OBO REITUBA系列5G 最重要的就是这九个字 人像全家 夜景超实力 有没有拍照金光闪闪的金字超买 也别具自然 从一体成型的美学设计 到极致轻薄的机身 亦或是潮流史上的配色 都代表着OPPO对于美的极致追求 因此我相信 极科技和美感于一身的REITUBA系列 会为用户带来最优异的使用体验 OPPO非常重视台湾市场 在广大粉丝和通路伙伴等各界支持下 OPPO目前稳居台湾市场第三名 我们对REITUBA系列的销售表现 也非常有信心 OPPO始终秉持着科技为人 以善天下的品牌理念 在下半年我们将推出全新型态的产品 并且已经启动明年度的新品规划 期待逐步打造全方位生态体系 提供消费者更智慧更便利的科技生活 那最后再次感谢一直以来支持OPPO的各界朋友们 我们会坚持科技创新 以用户为中心 持续创造清醒 为用户打造出最别初心才的产品 谢谢大家 谢谢刘总 谢谢辛苦了 好 那我们就相应下个月庆功界了 再多分享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多厉害 那就需要厉害的产品经理Martin 来跟大家介绍 通路的伙伴 以及在线上观看直播的 粉丝朋友们 大家午安 我是OPPO的产品经理Martin 感谢大家今天播控立临现场 又或是透过直播的方式 来观看这次的发表会 从Reno 4以来 我们便将Reno系列定位为人像专家 希望Reno系列能够透过强大的影像能力 成为创作者的首选 在经过一系列的升级跟优化之后 今天我要大家带来全新的Reno 8系列 在过去的几代Reno中 我们主要针对相机的软体去进行优化 透过自主的AI演算法 来创造出多种创业的功能 包含深受粉丝喜爱的人像模式 人像美颜 或是光斑人像等功能 而这次除了软体的强化以外 我们在硬体 也在把旗舰级的影像系统 发展在全新的Reno 8上面 旗舰级的影像系统 可分为主镜头以及前镜头 在主镜头上 我们的Reno 8系列搭载的1.56分之1寸的IMX766 超大感光元件 在昏暗的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保证进光亮 而当中的DL HD数 让录影功能 即使在昏暗或是背光的情景下 依然能够捕捉完整的细节 而提升影片的动态范围 可以高达传统技术的四倍之多 除了主镜头之外 我们也特地为前镜头打造 3200万画素的Sony IMX709感光元件 Sony IMX709感光元件 运用的是次世代的RGBW技术 在传统的红绿蓝像素外 再加入全新的白像素 并且搭配OPPO自主研发的 Quadra Mining演算法 可以捕捉高出60%的光线量 另外前镜头更是首次搭载DL HDR技术 动态范围也高出了四倍之多 这次Reno 8系列 除了搭载强大的旗舰机影像系统之外 我们也为Reno 8 Pro带来 踏幅提升拍摄体验的科技 OPPO首款自研影像NPU晶片 过去仅搭载在OPPO旗舰机 5X5 Pro上面的MerasiCent X 自研影像NPU晶片 正式登陆Reno 8 Pro MerasiCent X是OPPO首款自研影像NPU晶片 采用的是台积电先进的6nm制程 可以提供每秒高达18兆次的运算能力 它的效能比部分主流手机的晶片看来更高 可以轻松地支援AI演算法 更亲爱的是 MerasiCent X 还能达到每网11.6兆次的运算能源效率 在创造顶级效能的同时 还能兼顾耗电量 透过这样的超凡效能以及能源的效率 可处理过去无法想象的数据量 即使满足无师生的肉档处理 提供高达20位元的极致动态范围 并达到8dB的讯号杂讯品的优化 同时进行AI降噪以及HDR的演算法 创造超清晰的品质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了解MerasiCent X实际的运作方式 首先 跟Sonic IM T66感光元件的DOL HDR技术 可以同步取得长短曝光的画面 接着将资料转网MerasiCent X 晶片将多个画面整合成单一的影像 并且执行AI降噪 接着影像的资讯再被传送到处理器 最后透过AI的演算法 呈现最自然的样貌 MerasiCent X 即可以实现4K超清晰夜景录影 从这个短片里可以看到 不仅有极致清晰的画面 更能在落光的环境下 展现不失真的鲜明色彩 接着这个比较影片里面 也可以看到4K超清晰的夜景录影 它的实际的效果跟前代有明显的差距 它的色彩更优异 脸部的五官更清晰 背景也可以保留更多的细节 除了夜景录影之外 MerasiCent X也成就了经验画质的4K HDR功能 非常适合拍摄出现强烈背光的场景 在这个以美丽的三软为背景的影片里 4K HDR的功能保留了色彩保护度 画面里的所有元素看起来都更贴近真实的世界 而针对天号拍摄夜景人像的消费者 用了8Pro更搭载全新升级的Turbo Road演算法 能够针对色彩空间里面的红绿蓝的通道 执行平行的AI降噪 拍下极致清晰的夜景人像 另外Turbo Road演算法还能加速整体的优化处理速度 跟前一代相比 加快60% 超越以往的拍摄成果 除了主镜头以外 Reno 8Pro的前镜头也相当智慧 我们有智慧对焦自拍配备特写 或者是团体自拍两个模式 自拍的时候有更丰富的选择 而透过Sony的iMac 709的感光元件 它的自动对焦功能 使用特写模式时可以选取两倍的放大对率 将你的双眼眉毛又不是嘴唇 放在前景的位置 创造出细腻的自拍照 带来截按不同的自拍体验 最后让我们快速回顾 Reno 8系列影像功能的精彩亮点 除了Reno 8系列搭载了旗舰级的影像系统之外 Reno 8Pro还配备了Mare Sequent X 自演影像NPU晶片 将摄影的运算升级至展新的境界 实现4K的HDR录影功能 或是4K的超清晰夜景录影功能 也包含了夜景人像 智慧对焦自拍等功能 让你轻松成为人像的专家 可以捕捉眼前所有美好的人事物 而除了这样的出色的影像功能之外 Reno 8系列另外一个受到消费者非常喜爱的特色 就是抢眼又潮流的外观设计 这次的Reno 8系列采用的是经典的流线型圆弧背盖 一体成型的75度角流线背盖 抚平了高低差 不仅创造出流线简约的外形 更让握感极致舒适 同时可以减少路程 而为了打造这样子流畅的75度角流线 我们的制程运用了800度高温的柱形工法 柱形的压力比以往高出了20% 达到120公斤的超纵方压力 成功让背盖跟镜头的连接处 可以保持流畅滑顺 在柱形结束之后 还要在玻璃上面执行八道的抛光步骤 这次的精密度来到了八耐力 尤其是镜头周围的这个区域 最后才能达成极致细腻 而且平滑的玻璃面 这次Reno 8 Pro共推出两款配色 包含首先是我手上拿的凝光绿 带有下温气息的凝光绿 让你从人群中脱影而出 而另外颜色是流光黑 仿佛无星之夜的简约设计 散发着沉稳 而且内敛的气息 在如此绝美的配色之下 Reno 8 Pro的重量也只有183克 厚度只有7.34mm 它是Reno系列以来 历史上最轻的手机 Reno 8也经历了五层纹理结构的镀膜 制成打造出耀眼漸层的效果 新推出的陈希金 呈现令人惊叹的漸层视觉 同时保有抗指纹的效果 除此之外 Reno 8也推出了微光黑 采用OPPO精算工艺 创造出的细腻且夺目的效果 为经典的黑色加入加分的亮性 而采用极致轻薄机身的Reno 8 重量也只有179克 厚度减7.67mm 手感超舒适 攜带也相当方便 看完Reno 8系列 鲜薄又优雅的外观 其内在也蕴藏的效能的猛兽 无时无刻要释放全方位的强大效能 OPPO从长期投入电池的科技研究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快速 持久 而且安全的充电体验 帮助使用者不受电量问题所困扰 因此我们在Reno 8系列上面加入光束班的80W Superbook 超级闪充 可以在11分钟内将Reno 8系列的4500mAh电池充置50% 而甚至只要5分钟的充电时间 就能够玩手游2个小时 而且还通过PUV的安全认证 而在电池持久率的部分 我们也这次首度将OPPO独家的电池健康引擎 导入Reno系列之中 透过这样的技术协助之下 电池的寿命可以来到1600次 是业界标准800次周期的两倍 而充沛的电源是极致效能的坚强后盾 这次的Reno 8系列 Reno 8 Pro采用的是联发科天玑8000MAX晶片 透过领先业界的5nm制程 打造出8核心的天玑8000MAX 它的特点就是能以低耗能创造出高效能 跟前一代的晶片相比 天玑8000MAX在CPU的效能提升了12% GPU的效能也提升了29% 同时AI处理效能也大幅提升了175% 更重要的是在效能明显提升的同时 还能兼顾较低的耗电量 能源效率也提升了50% 藉由以上的提升Reno 8 Pro 在安兔兔上面的跑分 也来到了827026分高分 跟前代相比高出了18% 效能令人惊艳 而在Reno 8我们也提升了整体的晶片的效能 搭载了联发科最新的天玑1300晶片 这款8核心晶片采用的是6奈米的制程 主频提升到3GHz 实现超越以往的强劲运算效能 与Reno 7相比 天玑1300晶片的CPU效能提升了40% GPU效能也提升了106% 而AI处理效能也有80%的提升 根据安兔兔的测试 Reno 8也跑出了72万的高分 而判断一部出色的智慧型手机标准 除了效能以外 便是要看它能否在高温下 或是高压下能难度升温 我们在Reno 8 Pro全面升级超感VC散热系统 散热面积达到32,928平方毫米 相较其他前几代的成品 面积高出了2.2对 此外便运用了五项先进的材料 第一 石墨膜 第二 铝合金中框 第三 高导热的铜箔 第四 超导VC散热 以及最后领先业界的超导石墨 这次的超导石墨是使用一般的石墨原料 接着以3200度的高温 是以高温的烧结 在进入10小时的热能保存之后 再以20天的能力程序作为收尾 相比一般的石墨 超导石墨的晶体多出了两倍 导热性也高出了45% 为了让手机可以保持流畅的运作 其实需要的不仅是硬体的创新 我们的AI流畅系统 能够协助提升30%的机体空间 整体的流畅度也增加了3% 正因如此我们的Reno 8 Pro也获得了TUV36个月的流畅度A级认证 而这个认证是该认证中最高的等级 流畅度无疑是使用者体验的要件 但使用者还想追求更高更定能经验的元素 这次我们在Reno 8 Pro上采用的是6.7寸的Armor的荧幕 并且搭载了Reno系列历史上最薄的边框 整个荧幕的占比高达93.4% 并且支援10亿色以及120Hz的荧幕刷新率 最高1000Hz的急速触控回音 无论是观看影片或是玩游戏都能拥有最棒的体验 而Reno 8则是采用6.4寸的Armor的荧幕 结合90Hz的荧幕刷新率以及180Hz的触控采样率 并且通过Amazon、Netflix以及SGS的荧幕护眼认证 让使用者的双眼可以保持健康舒适之外 我们可以保证观看热门电影或是影集时的绝佳体验 当然为了同时长话听觉以及触觉的感受 我们在Reno 8 Pro上面搭载了高解析度的立体声双喇叭 以及最顶级的XO线性马达 使Reno 8 Pro在打游戏或是看影片的时候 都能够有全方位的体验 根据统计显示 使用者平均每天会解锁手机达到77次 这也就表示解锁的顺畅与否 会大幅的影响使用者的体验 因此我们这次也在Reno 8系列上面 采用了全新的光感荧幕指纹辨试 我们针对演算法进行优化 将装置的解锁时间降低一半 仅需要0.2秒 跟陈一代的机种相比 速度提升了44% 是目前市场上最快速的光学指纹解锁方案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见识到Reno 8系列 经验的相机 展新的设计 以及旗舰的效能 接着我要向大家介绍这次 Color OS 12.1 作业系统的专属升级功能 这是我们特别关注消费者的隐私保护 在搭载Color OS 12.1的Reno 8系列上 我们具备关机验证的防务功能 启动实质功能之后 如果手机为锁定状态 则需要密码才可以将手机给关机 即使手机不见 也可以防止他人轻易的停用手机 另一项创新的安全功能 是执行背景运藏 在切换应用程式时 还有敏感的资讯 应用程式会加上模糊的处理 可以协助保护敏感的资讯 遭到有心人士的切据 而目前已经有超过800种 应用程式资源池功能 包含常用的社群软体 或是Sofu的APP 在过去的15分钟内 我们一起认识了全新的Reno 8系列 令人惊艳的相机 设计 效能 以及应用程式的功能 这里快速地 为大家整理精彩的要点 这位人像专家 Reno 8 Pro 搭载了旗舰级影像系统 先进的American Silicon X 自然影像MPU晶片 透过每秒18兆次的绝佳运算能力 顶级的AI处理技术 展现出超强的拍摄效能 达成4K超清晰夜景录影 夜景影像等各种应用 在外观上 我们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流线设计 史上最薄的Reno手机 并且有宁光绿 油光黑 两款配色 同时搭载的是联发科 天机8000MAX晶片 6.7寸的120Hz刷新率 AMOLED荧幕 每个层面都是旗舰级的体验 而在Reno 8的部分 除了一样具备旗舰级的影像系统之外 也搭载了超感VC散来系统 超级动态夜景 连发科天机1300处理器 以及全新的光感荧幕指纹辨识 全方位的升级 让手机可以随时保持流畅 并且支援快速 而且安全耐用的80W Superbook 超级闪充 加上4500mAh的电池 展现极速充电 续航力超长的使用体验 以上是所有针对Reno 8系列手机的介绍 相信这次内外兼修的Reno 8系列 已经让各位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有搭配 而且音质体验可与专业耳机媲美的新产品 Hopo Encore Air 2 Pro 现在让我们一同戴上Encore Air 2 Pro 完美沉静 胜利其境 而耳机的动圈也有相似的逻辑 这次Encore Air 2 Pro配备的是 12.4mm的复合镀态振末动圈 它是目前为止在入耳式的耳机当中 使用最大的动圈尺寸 12.4mm动圈的振动区域 比一般9mm的动圈还要大89% 使耳机能够一次推动更多的气流 让在同样空间中的低音可以更饱满 而音调也可以更丰富 另外振膜动圈涂有钛金属 使振膜的刚性大幅提升 可以清楚的听到音乐的细节 整个驱动的单元也采用了专业的磁铁和线圈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非常出色的平衡音调 除了动圈的升级以外 Anko Air 2 Pro采用的是升级的低频聚能音腔设计 耳机的音腔体积比普通的音腔大了25% 进而产生更文厚的低音 提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低音体验 凭借着这样的硬体升级 Anko Air 2 Pro可以提供流畅的声音输出 同时OPPO专业的蓝光团队也参与了这次整个声音的调教过程 为了提供更高品质的听感体验 将耳机提升到另外一个新的音质水准 Anko Air 2 Pro也支援多场景的NC主动降噪功能 可以在日常生活或是通勤中提供深历其境的音乐体验 因此不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完美且完全地沉浸在音乐当中 此外通透的模式可以让您在欣赏音乐的同时 听到周围世界的声音 为了让提供更愉快的聆听以及游戏的体验 Anko Air 2 Pro可达到低至94毫秒的延迟时间 让画面与声音可以完全同步 除了闪电般的传输速度之外 充电速度也飞快 在十分钟的充电就可以播放长达两个小时的音乐 让整体的聆听体验变得非常轻松且有趣 这些是我们的OPPO Anko Air 2 Pro 总结 具有12.4mm复合镀态振膜洞圈 低频的聚能音箱设计 ANC的主动降噪功能 闪充以及IP54防沉防水等功能 相信大家 我们的Reno从Reno 8系列到我们的Anko Air 2 Pro 大家已经累积了不少购买新产品的冲动 也迫不及待了想要了解详细的销售资讯 接着我们来邀请我们台湾OPPO总经理 为各位公布产品的上市价格 好谢谢产品经理 我的妈真的讲好久 但是呢真的太棒了 你看更轻更薄更省电 可是功能更强大 那这样的价钱到底有多优惠呢 现场交流 刘总 好 谢谢马丁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我们很开心的宣布 OPPO Reno 8在台湾市场的定价为 15,990元 哇太年人了 现在的朋友要暴动了 Reno 8 Pro在台湾市场的定价为 24,990元 天哪25,990元 你们找掌声收取 Anko R2 Pro的定价为2599元 哇这个太年人了 全部打标准了 那从今天开始 OPPO全台体验店 网络商店以及官方指定 网络购物平台将同步开放预购 谢谢刘总 谢谢您的好消息 请回座休息 好的 公民 从即日起到7月24号之前 我们只要预购Reno 8 Pro或是Reno 8 我们都会赠送 我们OPPO的精选配件组合 除此之外 只要完成官方网站的指定页面登录 我们都可以在小12个月的荧幕保固 以及6个月的延长保固 而从7月25号正式上市之后 开卖的通路包含OPPO的体验店 OPPO的网络商店 以及官方指定的网络购物平台 包含PC Home MOMO 虾皮 Yahoo 东森 神老生活 Friday购物 以及 买凤购物 接着8月1号开始 Reno 8系列将在五大电信门市全面开卖 包含中华电信 远传电信 台湾大哥大 台湾之星 以及港台电信 另外为了感谢父亲的辛劳 我们从8月1号到8月31号 还有父亲节的活动 在全通路购买Reno 8系列 并且于OPPO的官方网站 完成登陆 即享有机会去抽中 价值19888元的疫情显示器 此外 我们在父亲节的前期 8月5号到8月8号 还有限定的四天加码活动 与OPPO的全台体验店 以及指定的通路门市 购买Reno 8系列 可获得对应的精美女品 而至于OPPO Encore Air 2 Pro的部分 7月25号到8月8号之前 只要在体验店 网络商店 以及官方指定的网络购物平台 购买就享有优惠价 2399元 现在就即刻去入手 Reno 8系列 以及OPPO Encore Air 2 Pro吧 谢谢 谢谢台女经理Marketing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 其他的长官 中华电信的蔡助长 请上台 麻烦您站到总经理的右手边 台湾大为大的林商务长 请上台 麻烦您站到许波浪的左手边 远谈电信的蔡协理请上台 麻烦您站到中华电信处长的右手边 接下来是台湾之心的处长 张助长请上台 麻烦您站到台湾大为大长官的左手边 接下来是亚太电信的陈经理请上台 麻烦您站到这边 陈导的策略长 请上台 好 各位长官 大家挤一挤 稍微测身一点 稍微测身一点 因为今天人数有点多 谢谢 没有想到这个大公路呢 都特别波浪出世 所以老师我们有点勇气 不好意思 好 金粉准备 大家请稍微测身一点 好 长官 不好意思 休闺一下 不好意思 好 好 三秒钟之后 请各位帮我们倒金粉 好 我们弥补一个金曲奖给许多汉 最重要的是插亮OPPO 插亮Renova的金字招牌 3 2 1 请帮我们倒金粉 现在慢慢的在仪式台上面 我们看到了OPPO Renova系列5G 最重要的就是这九个字 人像专家 夜景超实力 有没有看到金光闪闪的金字招牌 OK 金光闪闪的OPPO想要生成 好 非常的顺利 请帮我们收一下金粉 接下来也请所有的贵宾呢 帮我们一起来合照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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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呢 爸爸呢 需要为了自己的 或者是妈妈想要谢谢爸爸为了爸爸 或者是儿女呢 想要孝敬爸爸的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一台超强的OPPO Renova系列 当然最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 请各位一起看右手边 大家的眼神 好 右手边笑容来一个 好 都瞎都瞎 好 接下来请各位长官往后退一步 请先走下台阶 因为稍微有多特色 这些都是经过了许多科技研发团队 打造出来的 好 这样的话光是你也拿左手 我们让那边的长官拿右手 这边的长官都拿左手 另外一只手把我们比个8 谢谢 让大家知道这是全新的Renova系列正式上去 好 请各位贵宾看空间 空间 好请看左下角 好 请看左下角